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妹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前面学过了 PeerP面向对象中常用的关键字 对不对 什么Ease tense off 还有是Final 还有Cost 还有Static 对吧 这节课咱们开始学习PeerP 独有的叫做魔术方法 好吧 那什么是魔术方法呢 那大家相信妹子也看过变魔术吧 就比较神奇这次 就是配合PeerP的一些 使用PeerP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应用 而应用的一些方法 像家旺里边和西家家里边都不存在这个 那PeerP自从有了魔术方法就可以将很多问题变得很简化 其实前面咱们也接触过魔术方法 哪些呢 我给大家列一下 看一下 前面接触过这么几个 大概接触了六个 一个是下方线开头的C1STRUCT 这个方法对不对 一个是下方线开头两个下方线开头的DSTRUCT 对吧 还有一个杠杠Site 还有杠杠Gate 还有杠杠Site 还有杠杠UVSite 对吧 那通过前面咱们学过的这六个魔术方法 那你再看一下 有什么特点 自动处方 自动处方 第一个 自动 怎么 调用的 对不对 看着看着什么特点 对 第二个 都是以下滑线开始的方法 对不对 两个下滑线开始的 这块加上双眼号 这是最重要的两个特点 听懂吗 那首先咱们看一下 这个以下滑线开始的一个方法 那这些呢 都相当于预留的方法 所以说魔术方法 不是自己起的名字 所有的魔术方法 这个方法名都是固定的 都是固定的 不是说你随便写个方法 比如说我这样杠杠ABC就叫魔术方法了 不是 这是普通方法 听懂吧 所以呢 大家尽量在声明普通方法的时候 必杠杠开头 可以以一个下滑线开头 对吧 但是尽量比以两个下滑线开头 因为以两个下滑线开头了 通常都是魔术方法预留的 听懂吧 所以呢 咱们这些魔术方法都是以杠杠开头的 而且方法名固定 你都能随便起 对吧 像上面这六个方法是方法名都是固定的 嗯 那什么是自动调用呢 那就得看什么 自动调用 但这块有什么 但 不同的 魔术方法 有 自己的 调用时机 是这样的吧 不是所有的魔术方法都是同一时间自动调用的 而是根据情况 该什么时候调用哪模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在什么时候调用 就什么 比如说咱们前面这几个都是以杠杠下面开头的 也都是自动调用对不对 再稍稍回顾一下 这个是创建文对象第一个自动调用的方法 对吧 这个是什么 是对象在释放前自动调用的方法 这个是在为什么私有属性复值的时候自动调用的方法 这个是获取私有属性值的时候自动调用的方法 这个是判断私有属性是否存在的时候自动调用的 这个是删除私有属性的时候 用永恩赛的删除私有属性的时候自动调用的方法 是不是都有不同的时机啊 那通通这节课还要学习大概六七个这样的魔术方法 真的吧也都是自动调用的 另外 魔术方法都有一个特点 如果不写啊 也就是这个魔术方法 你不手工的写上去 对不对 就 不存在 这跟废话一样 对不对 不写肯定就不存在 对不对 那不存在也就 没有 默认的功能 真的吧 你不存在的话 他有什么默认的功能 对不对 不会说说这个你写的就按你写的没写有什么默认的功能 没有那个默认功能 对不对 只有你写了才起作用 真的吗 好 这咱们了解一下魔术方法 记着 peerp 中的 魔术 方法 也只有peerp的语言里边 语言中存在 也就是 不能说peerp中的魔术 就魔术方法 怎么呢 只有peerp语言中存在 我了解的这么一个语言中 也只有peerp语言里边有这个 当然也会有其他语言会有 但是这几个常见的 比如像西啊 加碗啊 西加加 这样的语言里边都没有魔术方法 那魔术方法可以大大简化了 我们的一些工作量 咱们用几个就知道了 比如说 咱们这节课先看第一个 因为前面已经讲过六个 从这节开始的 算是第一个魔术 什么呢 先学一个比较简单的 再了解一下 就这个 什么 类中通过什么 通用的方法 刚刚to street 这个方法是干嘛的呢 比如说 我现在创建一个类 看一下 在这话 class 一个demo 这样的一个类 看到了吗 然后这个类虽然里边 假如说有一个 帕布里克吧 有个属性内容吧 帕布里克属性有个年龄 有个性别 那这个类当不如就 person 对不对 prs person 随便就类对不对 这里边比如说可以有一些 其他的方法 bikes什么呢 杠杠 虽然 truc 构格 方法 doll name doll年龄 doll 诶 姓别 我们处理化一下 doll 这是里边的 name 等于 name doll 这是里边的 这个类咱们已经写了很多票了 对吧 大家对这个类也一定是很熟了 对吧 姓别 然后 很熟悉写错了 信片 然后 bikes里边有个说话的方法 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类创建对象一个p等于new person 看一下 对吧 那类中的成员咱们只能通过谁啊 通过 让这个对象去调用方法 咱们才能 使用到里边的成员 是不是这样的 那有的时候我想直接这么用呢 他不是p不就是一个对象吗 我直接想了解对象 我就会用i口直接输出这个p 行不行呢 不行 你看一下 防御价 lock host task p 是不是出错了 语法错误对不对 那 他提示我什么28号错误 也就是 28号 这不是错 提示这个错 我说这个提示不对吗 来看一下 这样的对不对 他说什么 lay person 这个错误也不对了 首误对不对 不是要的这样的提示 这样的提示 才是正确的 对不对 那他这块提示什么 这个对象没存餐 对不对 我传上 张三 对吧 十岁 比如说 男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 少一些错误提示 啊 咱们看的是不是更清楚一些啊 现在看一下 这个提示才是我想看到的 这种啊 没有转成自乎串 那这个提示什么呢 因为对象他本身就是一个引用 他不是自乎串 对不对 所以是一个引用 你直接输出的话 他不能变成自乎串 是不是这样的 但是呢 如果我在这里边加一个模作方法 加一个模作方法 什么模作方 杠杠 2 3 这样的一个方法 看到了吗 那这个方法里边必须返回一个自乎串 返回 比如说一行A 是一个自乎串吧 加一行 干一大 我只要加这个方法了 我在直接输出对象的时候就不出错了 而且输出这个自乎串什么呢 不是整个对象的结构 而是这里边返回的自乎串 也就是 这个对象 我直接输出的时候 他就用杠杠突出阵 把返回的自乎串 转成了这个对象的内容 来我们看一下 输出结果 你就了解到了 是不是一行A 对吧 他说这个什么数用啊 咱们经常说对象是不是代表一个实体 比如说一个人的对象 那我一输出是不是就是 直接输出这个对象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的信息 对不对 就不用说 咱们一看到这个对象就得知道这个对象的信息 对吧 比如说 你做的是一盘菜 对吧 你直接输出这个菜的对象 那就是菜的一些基本信息是不是就能看到 对不对 或者是一个玩具 一个玩具的基本信息就能看到 对吧 所以当有的时候 直接让别人用这个对象的时候 就能了解这个对象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那你就把这个写在杠杠突死针里边 就知道吧 反正就算 所以呢 杠杠突死针什么时候自动交用 杠杠突死针 第一个自动交用什么时候 是在 什么 直接使用 IQO或者是Print 新版本这边也支持Print IQO等等等等 对不对 等等这些所有的这些输出 直接什么 使用这些输出一个 对象 引用时 自动调用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作用 这样就干嘛 将对象的 什么 基本 信息 放在 杠杠突死针 方法 内部 形成 字符串 返回 形成字符串返回 将对象基本性 形成对象返回 然后 他在直接调用这个对象的时候 就是输出了什么 这个对象反对的 字符串方法 听懂吧 第三点 咱们要注意的 在这个方法中 这个 方法中 怎么的 不能有 参数 听懂吧 不能有参数 而且 必须 返回 一个字符串 这是特别 对吧 咱了解是行 你不一定就用到 对不对 我非得要了解对象的结果 写个方法 里面打印做算是不是也行 但打印做算 毕竟是麻烦的 用这个方便 那比如说 我们还可以怎么呢 只要反为什么做算都行 你看我用各种打印 Print 对吧 Print什么呢 直接new person 这不也是对象 也可以 里边 A A A 10 B 你看一下 都会返回这个字符串 看到了 所以这个方法 咱们作为咱们了解的一个方法就可以 那我们看一下 他的距离 模特化 它是快速获取对象的 字符串的 表示的最快捷的方式 对不对 也就是当我们 直接输出一个对象的时候 比如说 I call A 或者Print A 那么就会自动掉这个模特化 好吧 他方法必须反映一个自动串类型的质 对吧 看一下 这里边加上数字 那如果不加它是不是就出错了 对不对 加上它的话 直接能把对象直接当输出来用 转成动串 对不对 这就是用这个咱们来介绍一下模特化的特点 对吧 当然别的语言里边也有转成对象的一些方式 对吧 但是不一定用模特化实现的 而Print咱们这个是用模特化实现的 好 那这几课咱们就先介绍这个模特化 好吧 您了解一下什么是模特化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